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說我成故事 今集要講的就是香港第二任廣督 大維斯爵士 Sir George Francis Davis 很多人都會問 香港都沒有大維斯路 大維斯街 大維斯徑等等 但其實這位廣督命名的地方 當然不只是街名那麼簡單 香港有一座山 就是用他的名字來明白的了 開頭初期 香港華人大多都只懂得說粵語 懂得寫繁體中文 在這段時間如果懂得跟華人溝通 就絕對有能力勝任港督一職 所以港督的中文都很重要 當年有不少學學家都成為過港督 而香港第二任港督大維斯爵士 就是一位學學家 他在任內大力推動學術和文化發展 但就不小心得罪了全港的商人 為什麼呢 我們聽聽吧 大維斯在1795年出生於倫敦 爸爸是東印度公司的高層 18歲那年 跟隨爸爸的部份加入了東印度公司 被派到廣東做抄寫員 這段期間他努力學習中文 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820年代 大維斯成為了當時出名的漢學家 他讚寫了中國小說說 一本被譽為英國最早的中文小說 翻譯對著 後來他也出版了很多不同的著作 為西方文學界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大維斯雖然學父母居 但政治仕途就不太順利了 1832年他成為了東印度公司 廣州特別委員會的主席 但第二年 英國政府就取消了那個公司的貿易專營權 令到他淪為了末代大班 其後他曾經接任駐華商務總監一職 但也抵受不住壓力稱辭回英國 1844年首任港督布甸澤和英商交互 於是英國政府就找了這位中國通大維斯來接任港督 大維斯在任期間 港英政府和英商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大維斯推翻了過去的不干預政策 在任內首次徵收稅項和引入了商品法牌制度 後來為了達到收支平衡 稅項還愈加愈多 去到接近瘋狂的地步 1844年8月通過了人口登記法例 以人口登記來收人頭稅 洋人五元華人一元 結果在高稅率之下 不少居民都選擇離開香港 雖然這位港督徵收了很多稅項 但是其實他非常關心教育 同時亦鼓勵辦學團體輕學 教洋人中文的時候 亦都教華人講英文 同時又動議英政府興建動植物公園 以鼓勵生物學和植物學研究 而今時今日既受歡迎的賽馬活動 就是在他任內開始發生的了 1848年大維斯因為和首席安塔斯不和 而被迫離任並且離開了香港 但是他得到了以下的評語 大維斯的性格和經驗 沒有辦法幫他安撫失望的殖民地僑民 他為人冷漠、難以接近 過節短小、平庸無能 沒有不顛詐的氣派 但是他熱愛中國文學 又能夠寫得出優美的拉丁思角 但是他的愛好和能力並不足以 令到他贏得尚未開化 視錢財如命的僑民群體的歡心 對於他這位既黯然離任後世則 評價他作為黯淡的政客、耀眼的漢學家 在香港歷史中 香港島最西面的摩星嶺 其實就是以大維斯來命名的了 摩星嶺的英文就是Month Darius 就是用來紀念這位 大維斯也就是一位耀眼的漢學家 港督了 另外摩星嶺景和摩星嶺道 都是用來紀念這位文人港督了 我們 ved notify 歇選到 摩星期lor EP인데 按記得 完了 非常 高 Claire